屎,屎的口偏扁,那我們就寫扁一點 扁,扁的方式就是直畫寫短一點,橫畫寫長一點就扁了 這個直畫寫的未免太長了,長頸鹿耶 然後這裡又來一個非常的筆畫 然後棋皮滑下來 然後這裡是飽滿的拉出,有點從中間拉洞出去送出的感覺 10 好,換,換旁邊的玉製布寫的沒有任何的表情啊 感覺沒什麼表現性,因為它的長短粗細都非常接近 那在這裡不表現 換哪裡表現,換這個撇 這個撇平了以後,這樣跟針一樣戳下來 而且直接戳到這裡面 然後這又斜上去,但是它斜的非常短就折下來 然後這邊的筆畫基本上都是斜的 斜的 斜下來 然後這都是斜的 斜的 那這麼斜的話,這個字肯定歪 所以它只好在後面的地方讓這個字 壓下來 那怎麼壓呢 撇完以後,利用這個那壓 壓下來 然後飽滿的稍微拉出 可是如果又不夠 這裡又有一個 它這個筆畫看不出來,它到底是斷的或是接的 那一般來講 還是兩個有區別 如果 有區別的話,應該比較接近這個樣子 不要整個黏齒,黏齒好像折下來不折下來 它應該是有 碰到而破掉 那也有可能 這個是從最上方這裡開始寫 總是不一定啦 自己猜看哪個 寫起來,我看都可以 織 只有一個點 我還是習慣寫飽滿的 前面寫平一點 那看起來比較硬挺 斜的話就會覺得比較華麗 比較平 過來 下降 拉平拉平 超出上面以後就可以 平平平平平 你準備收筆把它拉出 直 十 哇,十基本上是歪一邊的 歪一邊 那我今天寫的圓近一點好了 好,那左邊 中間在這裡,它應該靠這邊 所以大家心裡要想好 大概要寫到這邊 所以然後按下去以後,大概上面短一點點 下面的筆畫加上一點粗細 然後比較長一點點 一點點沒有很多 底下這樣長一點點 好,十 是 是嚴格想起來算是裡面比較正的一個字 因為根據我們的經驗 張本龍的左邊這一段 左邊這一段會特別長 這個字好像感覺不太出來 有特別長的感覺 好,那上面還是寫平一點 上面還是有分長短 按平一點再拉下來 好,那待會在寫的時候 下面這一段比較長 然後下面這一橫跟它很靠近 唐朝凱書的距離會一樣 不過這個是未卑 不太受唐在凱書的限制 這個時代都還沒有唐朝凱書 所以你可以發現 他在寫的時候 這一段感覺 蠻接近的 就這一段 這一段上下感覺 好像有點接近 好,那前面的長度其實還是可以再長一點 原則上比我們想像的會再長一點點 是 孫 孫的話看起來左邊那個字啊 好像還蠻 蠻明顯的 在唐朝不會這麼寫 所以說在寫這種字的時候 寫了很多唐朝凱書在寫這個時候都覺得不太適應 因為他跟唐朝凱書就是不同 沒有你所謂的叫合理安排 他的合理安排就是不太正常 叫合理啊 所以這個撇非常方硬 然後這裡又細細的過來 不曉得他在想什麼 也許是刻碑的關係 然後這裡整個崩石掉 應該靠得蠻近才崩石 照理說這裡應該有個 撇進來 然後他的這邊是靠右邊 這裡這一段 來寫 靠左邊 然後這個又很大 左邊的這個都很大 右邊點完完全看不到了 一般來講他會點滴一點點 然後把他壓下來 把這個字給壓下來 孫 8 8寫得蠻平正的 不太多 照理說這邊應該伸得很長 而看起來不太 沒有伸得特別長 然後那的話可能高一點點 然後那場後被崩掉看不出來 大概是這個意思 8